编辑文字形状 我们陆续把几段的文字 放到我们的海报上面之后 大致上就已经快要完成了 那不过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文字 都是非常整齐的这样子的一个排列的话 那看起来呢 就会比较呆板一点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文字区块上面的点选之后 那在上方的功能表里面 我们有看到一个编辑形状的这个按钮 那点选之后呢 那我们原本 整齐排列的文字 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这个编辑形状呢 它主要是有两种这个控制的点 来做一个组合 第一个呢是这个 红色的这个点 它会影响到这一条线 那我们的文字最主要就是沿着这一条线来做一个排列 那换句话说 我们只要去改变这一条线的 长度 或者是它的这个 造型 那我们的文字 自然也就会跟着 形成不同的一些变化 那这个白色的点呢 它所影响的是这一条线的 这个弯曲的程度 例如呢 我们 把这一个部分 处理成这个样子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的文字是一个 波浪造型的一个变化 就可以产生了 那 至于呢 这个文字的大小的部分 其实我们直接 去拉动这个蓝色的方块 是 最快速的一个方式 那甚至于呢 我们还可以 去做一个 旋转的动作 让这个文字呢 产生更多的这个变化 好 那同时啊 我们刚刚提过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视点 视角的 这个改变 那在文字上面 也是可以做一个运用的 好所以呢 我们可以再 加上这个 改变视角 好 那这个文字的变化 就会更加的 这个丰富了 好 那所以 经过处理之后 我们的这个文字呢 就可以改变成 这个样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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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